董事長張智青 李總經理 我們要把公務機關退休人員找出路 港務公司要成立非常多的轉投資事業 碼頭 郵輪 旅客服務 資產開發 資訊 財務管理等轉投資事業 為了這個轉投資事業 你們呢 制定了一個 專門為了任用退休官員的一個人事任用辦法 你看看 大辣辣的制定一個辦法 叫做什麼特殊技術跟重要管理人員 重要管理人員是對的 12等以上全部納入免事 免事以後總經理跟董事長圈選決定 然後呢 連7等的師級 7等很低 連7等的師級 你們都把它取一個名字叫特殊技術人員 也把7等師級的人士納入作為全部免比試 全部由面試以後總經理跟董事長圈選定 你們看看 大辣辣的把計畫制定意志 是要禁用公務機關優秀之限職或退休人員 跟各位報告 這是假的啦 限職是假的啦 公務機關的限職人員如果到子公司 孫公司 是沒有年資的 限職人員沒有人有可能 來你的子公司跟孫公司當什麼10等 12等 14等 16等 你寫這個限職就是要包裝退休 為了安置公務機關的退休人員 包裝了一個計畫 看一下 你們大量的 第一個 你把筆試全部改成面試 筆試可以考個案分析啊 我當然可以考個案分析啊 考個案分析也是筆試啊 你連個案分析的筆試都把它取消 然後你全部用面試 來看一下你們大量的增加 下一頁好 再下一頁 這個是本來的計畫 你們大量的增加年資限資 如果他是大學畢業 要相關主管工作經驗20年 然後15層的要18年 13層的要16年 12層的要主管相關工作經驗14年 你們知不知道 公務機關9職等的平均年齡是幾歲 公務機關9職等的平均年齡是48點多歲啊 你還要主管以上就是90等科長以上 還要他主管相關工作經驗20年18年16年 全部為退休人員量身訂做 他是碩士畢業的話 也要16年14年12年10年 撤回這個公告 撤回這個計畫 至少 把公務機關退休人員這種大辣辣要安排 2016以前讓公務機關退休人員跳船 安排出路的這個部分把它撤銷 報員我們把可以那個 第一條寫得很非常不好 我們可以把公務機關那個退休人員 把它取消掉 因為我們最主要這一條是要引進 民間企業的專業人才 那你們也胡說 你知道現在民間企業的專業人才 如果你們真的有心 要去引進民間企業的專業人才 來做子公司 或者是孫公司的CEO的話 我告訴你喔 你的這一種主管年制20年 主管年制18年 你就是在設計一個老化的新機關 新機關讓他老化 我告訴你喔 你知不知道光我們國內的報紙報導過的 光我們國內的報紙報導過的 你知不知道漢堡王現在的CEO幾歲 你知不知道台灣UNIQLO的首級執行長 建營運長 幾歲 幾歲 UNIQLO在台灣的首席執行長38歲 然後社群網站Snapchat的創辦人 Spiegel Even Spiegel 幾歲 24歲 你們還有那個資訊的轉投資公司 人家全世界的競爭力是24歲在當CEO 凱希 非常出名 愛爾蘭籍的企業家凱希 他現在是歐盟最年輕的CEO 他15歲就當CEO 資訊產業就這樣 有一個叫林靜如 年紀算是很大的CEO了 是台北花園酒店的CEO 林靜如 幾歲當上CEO 也是40歲啊 你要主管20年是58 9歲啊 55歲以上啊 包圍 這可能有誤解喔 我們是寫 相關主管或工作經驗 來啦 白紙黑字啦 或工作經驗 不是說主管要滿20年 你還在這裡狡辯 今天主管20年跟工作經驗20年 在你們的評比分數裡面 主管20年的分數就是比工作經驗20年還要高啦 還在這裡狡辯 要不要改 最重要要不要改 包括我們可以把聯資把它放寬 就是可以把工作聯資可以降低 聯資降低 專業考評 然後收回 對總經理跟董事長的完全的授權 另外 絕對立刻把什麼公職 現有公職退休人員取消 做不做得到 現有公職人員那個部分我們可以取消 取消喔 好回去 來部長跟航港局長 陳部長 陳部長 崎局長 來部長 回去 責成他們立刻取消 母員好 好 公務機關 退休人員 要來這裡 免事 總經理 跟董事長 千和 就來當轉投資公司的CEO 高層主管 他要取消 你折成它一定要落實 答不答應 了解 沒問題 好 來 現在一個更重要 這個國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事情 看一下 你們最近修訂了一個 直航辦法 我真的是搖頭 空中被人家親盟打喉 弄了一個M503 海上弄了一個直航辦法 許可辦法的大修訂 從制訂到現在 最大幅度的修訂 最嚴重的修訂 然後把我們禁制水域 變成自由來去的寬鬆的 讓中國船舶來來去去 自由進出的一個海域 你們看一下 根據我們的母法 其實中國的船舶 在我們的禁制海域 是原則禁制 例外許可 這個你們沒有疑義 中國的船舶本來就是禁止 不得進入台灣禁制海域 不得進入飛航情報區 這是原則 原則禁止 然後例外可以 所以有授權你們制訂許可辦法 沒有錯 制訂許可辦法以後 我們就劃定了直航航線 直航航線 大陸港口必須來去 直航航線我們全部劃定了 就根據這個直航航線 這些直航線都已經穿越我們的禁制水域 都在我們的內水 但是 它是有限度的 而且 它是有限度的 結果你們今年不久前修了一個法 這個直航辦法一修訂 直航辦法第十條 你怎麼修 直航辦法第十條的第一項 就是剛剛那些禁制海域的法源 剛剛那些直航路線的法源是第一項 你們增加了第二項 第二項跟第一項幾乎完全一樣 可是呢 你看看 運送客貨之船舶 航經禁制海域 出入大陸地區直航港口 鎖經航線航道 交通部得依實際需求 匯同有關機關公告 除了直航的航線 所有客貨船的新航線 你們增加了第二項 讓直航航線以外 所有客貨船的新航線 空白授權 你們可以是需要依需求 讓他們來申請 就可以核准 擴大到 擴大到這種地步 剛剛那一張圖全部被推翻 然後呢 這張圖全部被推翻 只要有需求任何航線 你們現在都可以讓他來來去去 而且 你的申請辦法怎麼放鬆呢 原來的申請辦法 是要逐船逐航次喔 逐船直航次 逐航次喔 你們把它放寬到 每一次就給六個月 每一次就給六個月 而且期限到呢 七日前重新申請可以延長 延長沒期限 這個叫禁制水域了嗎 你們把謀法的精神完全推翻 從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變成原則許可例外禁止啦 整個變這樣啦 我要求你們趕快撤回 這無法接受 如果你們不撤回 送到立法院 我們絕對把被查改審查 要不要撤回 為什麼要這樣改 從逐船 為什麼把逐船逐次 把它改成一次給六個月 是允許我簡單說明一下 原來的兩岸直航 許可管理辦法 是允許道路的客貨船 它進出我們的國際商港 但是針對於 它不進出國際商港 但是要通過 進限制水域的部分 是沒有規範 但是因為這個 聯合國國際海運法公約 是禁止啊 怎麼會沒有規範 是禁止啊 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就是禁止啊 這就是規範啊 市長許可管理辦法 是可以經過申請特準 它可以通過我們的 所以是 禁限制海運 進到我們的國際商港 而且我們許可 它是一年至兩年 一次是一年至兩年 那現在因為國際公約 它有一個第四七條的規定 是可以主張無害通過 所以現在外國際船舶 它要無害通過 其實按照國際公約不得 我再跟你講兩岸船舶 對 所以我們認為說 針對大陸船舶 仍然也需要 就是把中國的船舶 跟國際的船舶 分開管理 所以我們認為 因為我們基本上 還認為那是潛在的敵對國家 現在空中的航線 你們也替它講話 現在海上的航線 你們也替它開放 人家從空中 從海上 都已經侵入到 你的主權領域的範圍 你還給它這麼大的方便 我們認為大陸船舶 我們不同意它主張 國際公約無害通過 當然不可以啊 那你剛剛還用國際公約 來跟它 來聽它說話 所以我們就要用 支航許可管理辦法 來規範它 讓它一定要在 我們管制之下 才可以來通過 這不是規範 這是放寬啊 我剛剛講的 從竹船竹刺 變成一次給六個月 還可以無限期延長 這哪裡是制定法令來規範它 現況的直航許可管理辦法 不是竹航刺來許可 而是一次給它一年到兩年 這個辦法 這個辦法第六條 明明白白寫的 原來你們都沒有照這樣執行喔 明文寫的咧 竹航竹刺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依據 給委員詳細參考 現階段針對兩岸 你就跟我講 竹航竹刺就明明是第六條 你為什麼在這裡會講說沒有竹航竹刺 那現在針對它不進出國際三港的部分 我們也認為要予以規範 所以它加速有兩成的保障 第一個就是它要預申報 改不改 我們時間到 改不改 我們是不是詳細跟委員 再做一個報告詳細的狀況 必要是我們可以去做案報告 不改吼 那我要求 我已經寫了提案 這個辦法進來絕對要把被查改審查 你再看看能不能過關 你再看看過不過得了關 謝謝管碧琳委員的質詢